就是我希望你們能夠自己學會你們自己的網路行銷的商業模式 就是講白點是什麼賺錢啊 其他都是皮啊 你知道嗎 一直錄影 這個卡掉 就是其他就是都是假的啦 真的嗎 你知道嗎 就是不管是拿什麼證書 是你去學什麼東西 學什麼 其實都是你一個工具而已 你想辦法賺錢 活下來是真的 這是我的體會 所以你們要自己去抓出你們的賺錢的獲利的模式是什麼 這個是你們要去學的 那這個是一個思意圖 就是說從一開始的雅虎到Google 或是MySpace 或是Facebook 或是YouTube 或是Bing Pinterest Ig 或是上選的Uber 也就是說以後的社群平台 會漸漸的新的平台會漸漸的出來 以往舊的平台會漸漸的被淘汰 比如說像 雅虎現在你們還有在用雅虎做搜尋嗎 你們現在搜尋都是用雅虎就是Google Google 所以雅虎出來很多人在用 但是Google出來之後 變成它是一個搜尋的工具 雅虎就很少人可以用了 那像那個Skybe你們還有在用嗎 現在不是都用Line 或是FB的機器通訊 所以Skybe也漸漸沒有人在用了 所以 以後的社群平台和工具運用會越來越多 那你們不一定要全部都學啦 比如說你去學 IG有人在用嗎 IG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們有在用IG的意思嗎 非常不錯的 上一次那半只有一個在用IG 我問他們說IG是什麼 IG 你知道就只有一個人在用 IG就是 比較 會有些年齡層比較輕的人在用它 就是現在的一個族群 所以你看你們產品 你適不適合 年齡層是哪裡到哪裡 比如說比較年輕的族群 你就非用IG不可 那Patrius有在用嗎 Patrius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P啊 IG上面那個P你知道嗎 好 你們回去也可以玩 因為那個 Patrius也蠻多人在用的 雖然台灣還不是說很多人在用 但是還是有它的族群在用 好 這樣了解 好 也就是說 你們不需要 去學每一項的社群平台 你只需要把 你專精的那幾項 可能一兩項把它學好就夠了 好 這是我的題外 因為你要考慮到你有沒有人力 不是你有時間 來去處理這些東西 其實經營社群是很累的 那這些就是上次有講過對不對 OK 好 那其實行銷就是製造快樂和解決痛楚 比如說 像上次有問班長說 他的 行業來講的話解決了哪些人的痛楚 然後製造了那些人的快樂 這樣了解嗎 好 那一看有沒有這邊還有其他產業的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你好像有吧 你是 好像是幼稚 對 像你的話是解決什麼樣的 買月餅買不到 中秋節買六十台 不知道 其實都會銷完 都會銷完 你說 你去找 你通過不同的需要方式 可以找到不同的客戶 那你會不會受價值 那你都是 那你可以去建立不同的部隊 OK 所以你目前也是先建立平台部隊 所以是周遊 喔好 那其實 每個人的方式都不一樣啦 所以你要想說 欸 消費者的 最想知道的痛點是什麼 然後 最想解決的方式是什麼 比如說 你們學網易設計困不困難 就是軍會化 難不難 有一點 有一點 你看 有一點 你不是要寫程式 那 上次我教你不用寫程式 就可以在三分鐘做出一個網站 你覺得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是不是要解決你們的痛處 對不對 那要製造你們的快樂 那這就是行銷 你懂嗎 你懂嗎 就是 我不一定要跟你講說這個產品怎麼樣 可是我就是幫你們解決你們的痛處 然後製造你們的快樂 變成就覺得那個平台就不作用了吧 對不對 這就是一種行銷 這樣懂嗎 那你想想看 如果說你出國來講的話 你最怕遇到什麼事情 語言不通 語言不通 那還有呢 其實語言不通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說你語言有通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都很老翻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你有看過這個嗎 我看一下這個 今天網路會比較不怪吧 今天網路會比較不怪吧 問你們的事情 是說你照記 但是你可以嘗試一下嗎 是嗎 很常見 但是剛剛那是其中一一個 是XD 是日本的 Hey Just說一聲 就是一首歌 今天的天氣很美,但是你不太美 今天你不太美 今天是個美的天氣,但是你不太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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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日本語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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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嗎? 好嗎? 與你 Profanes station 好嗎? 我ray 好嗎? 你想在紀錄 我以為要嗎? 你是說 有甚麼女孩? 我來想 below 愛情莊的妻 你的婚 schizophrenia 一直陰玫瑠謝謝我 拍不起 有 penso 可以ön嗎? 好,這個就是解決出國不變的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共同的語言的問題 那有沒有製造你們快樂? 如果說你有這個,你出國還會怕嗎? 就是至少我和你原來可以溝通吧 不用擔心,好像老闆都想死了 是這樣子嗎? 所以這個就是,它可以解決你痛楚 它也可以製造你的快樂,看你們的定義 什麼樣的定義 那我覺得說如果有這個,我出國就不用擔心語言的問題 我是解決我的痛楚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行動經濟時代你不能不掌握的一個趨勢 要是你們競爭對手做的怎麼樣嗎? 比如說柚子好了,你的競爭對手是誰? 很多 你要鎖定一個或兩個來當做你的競爭對手嗎? 不一定啊,就是你想模仿這位置 不一定啊,就是你想模仿這位置 你想超越它,或是你想像它 超越自由的,越不喜歡去做這個感覺 我當然知道,不是要你去跟對方做一樣的事情 而是說你可以去參考它 比如說你網站要做的時候 你可以去參考它,它網站到底做什麼 做哪些關鍵字 它裡面的關鍵字的 搜尋支持都是用什麼 這個是你去觀察,而不是說它做什麼東西 我的意思是說你們可以去看一下你們的競爭對手 他們的做的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他可能有在做社群的部分 那社群的部分他們可能有在做IG、Youtube 或是GIG幫 剛好這次沒有在做的 那你就可以思考說為什麼人家已經有在做這個 你沒有在做 這次叫做競爭對手 你更去學習它,掌握競爭對手他們在做什麼 那消費者的需求 觀察要怎麼去觀察 比如說健身好了 你知道消費者都搜尋哪些 支持嗎? 健身 健身就一定會有那個支持出來嗎? 就一定可以 有那個搜尋量嗎? 蠻多的 好,那我們來看看 你們可以到 Google 有一個叫做Google Chat Google搜尋 這樣知道嗎? 今天網路也是一樣滿 好,那你來看一下我們打健身 健身這個支持好了 好,那你來看一下我們打健身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打完健身之後呢 底下這個 這裡就是 搜尋的熱門程度 這個97呢 不是91,不是94.9 而是說 它的熱門程度是從0到100 那像6月來講的話 它的熱門程度就是 7月的話熱門程度就是100 為什麼在7月的時候 熱門程度就是這麼多的搜尋 為什麼? 發展知道為什麼嗎? 做健身的 要放暑假 對,放暑假 也有可能 那還要什麼? 好,那你可以把它選擇 不要選擇全球 你把它選擇台灣 我們看看台灣好了 全球太大 我就點台灣好了 所以健身其實是一個很熱門的一個 旁一樣很熱門的一個 你看 8月 我們先看高點好不好 一樣是幾月 7月 那這裡呢 8月 所以你做健身 你要打促銷方案的話 你會集中在哪幾個月? 7、8月 7、8月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 是不是可以從這裡就知道說 你的健身 如果說你要做策略的話 你會把你的重點 重心放在哪幾個月上面 這樣了解嗎? 不是 拿到就是 歪斷 歪斷 一直寫 那你這邊可以選擇 不要看20140 我們看 嗯 過去12個月 就是上一年 這樣好不好? 或是你可以制定時間範圍 我們可以選擇 2015年 2015年 然後我們就來確定 這邊可以選擇 2015 然後我們來確定 我們看去年的 以去年的 因為它是以一年 就是說你看以去年來講的話 它也是一個很熱門的一個行業 可是你看它的高點在哪裡?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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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波高點 六月 八月 然後開始到 幾月開始往下滑? 十月 為什麼十月開始往下滑? 天氣變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做銷售 會不會符合你的PA 可能就不符合你的PA 因為大家就這麼冷了 怎麼可能大家去吃火鍋 可是你看到十二月 又往上升 因為大家吃火鍋想要嗎? 健身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可能這幾個月你擠不進去 你就要去把握到這個部分 十二月的部分 比如說你可以辦個方案 吃火鍋 健身打幾折 比如說你吃完火鍋之後呢 你來健身你可以打幾折 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子比喻的方案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搜尋 比如說 它的一些關鍵字搜尋 因為 這個用Google利用機開 才會有些數據出到 好那你可以像健身呢 它有哪些健身 像健身房 街頭健身 健身工廠費用 健身房費用 所以大家關注的 是不是健身房費用會比較 會比較適適考慮的因素 是不是 所以你就可以把健身房費用 放在你的網站裡面 做你的關鍵字 這樣了解嗎? 那人家打健身房費用 就會找到你的網站 那我們來看一下 熱門的 健身工廠 對不對 熱門都是 健身中心 健身房 健身器材 健身教練 健身俱樂部 好 像這些應該神奇事實上健身 應該是他們自己的 或有幾千健身 肌肉 飛輪 啞鈴健身 這些是不是都是班長你的關鍵字 是 這些嗎? 它是以熱門程度不是用點擊 就是可能從五分到一百分 那有人搜尋量 比如說 鴉鈴 比較少搜尋 那就可能只有 搜尋量就是五 那最多人搜尋 你看最多人搜尋就是 健身工廠 它的熱門程度就是 一百 所以健身工廠 是不是很競爭 那你用健身工廠 會不會一定在前三月被找到 會不會 會 會 不見得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從其他的 其他 像 即興健身 或是健身中心 或是肌肉飛輪 這些 還是有人搜尋 然後你放在你的網站裡面 那是不是 會不會搜尋得到 這樣了解嗎? 好 那 Google Trend 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健身 那你可以 加上什麼 比如說 江幫長 你要什麼關鍵字 健身你的關鍵是什麼 肌肉 肌肉 看一下 你可以比較 原來健身和肌肉 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樣了解嗎? 可是你看一下 以搜尋肌肉的搜尋量來講的話 它並不會比健身 還來的高 可是它還是有搜尋量 但是你必須去看說 他們搜尋量呢 搜尋肌肉 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 像這個肌肉沙 腹力挺身 也是 這樣了解嗎? 那你可以看說 熱門的 目前熱門有哪些 肌肉痠痛 是不是? 很正常啊 你健身會不會肌肉痠痛? 會啊 肌肉訓練是不是? 是 是 小腿肌肉是不是? 手臂肌肉 大腿肌肉 肌肉 肌肉脂肪 這些健身 增加肌肉 瘦小腦 這些是不是? 是嗎? 所以你看一下 你有 這麼多的關鍵詞 可以當作你的參考 也就是說 消費者會找的 哪些關鍵詞 就是在這邊跟你講 你就必須 去 把這些關鍵詞 放在你的 網站裡面 這樣了解嗎? 不然的話 你會知道什麼 肌肉好棒棒 或是 這種字詞嗎? 可是這種就是沒有人搜尋 你 打再多還是 沒有人搜尋 懂我意思嗎? 你必須去了解你的 消費者 會搜尋哪些關鍵詞 你再去用 這些關鍵詞 在你的網站上面 所以 你們回去看一下 你的 作業 是不是裡面 會有你們的關鍵字 懂我意思嗎? 以後我們寫文章 會用到這個 這樣了解 那這個平台呢 還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它可以依照 比如說 現在搜尋的趨勢 像金馬獎 範圍 八月電影 八月電影 油箱子 代資銀等等 這個就是 目前 人家有在搜尋 的 關鍵字 像川普大樓 這些等等 那這個是依照 每一天 或是前一天 它的搜尋趨勢的量 排列出來的 像金馬獎最多人看 那你的文章裡面 能不能加入金馬獎 這樣的話題 以這個話題來帶你的話題 產生出來 這樣了解嗎? 借力實力 那你的網站 來做估告 懂我意思嗎? 所以人家搜尋金馬獎 就有可能保出 你的網站 我不是我的網站 是好像健身 也有跟金馬獎有關係 就懂我意思嗎? 就是 把話題製造到 這個關鍵字裡面 你懂嗎?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還有像這個熱門趨勢 Youtube 好像金馬獎 或是菜喳嘎 或是像這個 這個是 依照 就是 可能是前幾天 前一兩天的 大家都會想看的 一個 Youtube 放在上面 所以你看現在Youtube 重不重要 重要 那你朋友要做Youtube 放在Youtube上面 那可以看一下 這邊會有 熱門趨勢 熱搜排行 像 2015年是去年 那接下來 2016年到了 它會就以2016年的趨勢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先看2014年 2014年 熱門關鍵字排行榜 第一名是Facebook 第二名是Yahoo 第三名是Google 一四名是Youtube 但是你看2015年 第一名是Facebook 第二名是奇摩 第三名是什麼 有的 是不是有上升了 那是不是現在 越來越多人 重視什麼 影片 直播 那你們的行業 是不是可以從 影片直播 裡面去下手 比如說 你們會學到拍微電影嗎 會不會 不會 那你們就去 Youtube有微電影 你們可以知道怎麼做 或是 威力導演那個都很簡單 你們可以去學 所以 這邊呢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議題是2015年 或是2016年 的一些議題 那你們就可以針對這些議題 這些市場調查 來看一下說 我可以怎麼去操作 不用說自己去瞎掰 你可以看到這個樣的市場 你自己去分析 我可以怎麼去操作這樣的一個部分 比如說探索 好像探索來講的話 有人搜尋一下 Instagram 有沒有 你看Instagram 現在是越來越多人在用 所以你們沒有Instagram的話 沒有IG的 你回去趕快設計 一個吧 因為未來是你們社群工具的一種 人家都在用 就不用 那 你要怎麼跟人家競爭 像你有IG嗎 有 那你有在用 連產品上面 好 沒有什麼都OK 所以這個都不是我們講的 而是 Google告訴你的 你看 像跟你講說Pitches 有沒有 如果你想做國際化的話 這個是以全球 Pitches越來越多人在用 那你看喔 反而你沒有看到什麼 有沒有看到Facebook 第九 它越來越低 所以很奇怪喔 IG 像IG來講的話 像我昨天去台北 我隔壁就做 一位年輕人 它打開不是Facebook 它打開是IG 這不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 搜尋的一個趨勢 那你可以看一下 台灣 你這邊可以打上台灣 你這邊可以打上台灣 Twitter 太陽的好意也有 IG 然後 像這個 這個應該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小孩子在玩的Minecraft 神墨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你的網站 能不能跟他們產生關鍵詞 這個就是 看說你們的網站 是不是可以寫這樣的網站 你不一定全部都寫件聲 你可以寫額外的 讓人家找得到的相關信用文章 讓人家搜尋 所以你會看 找不到你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 這邊 或是類別 看你要找什麼類別 比如說 你做房地場的話 可以看一下 像房地場 就是 施加登陸 那 金魚P是什麼 無窮 反正這線 你們可以去 利用 你 好像房屋 就是很熱門 所以做房地場 你房屋 就是你的關鍵字 或是 租屋 591 土地 房價 不動產 法拍 租屋 等等 這就是有關房地場的 所以等一下 你們試著看看 你們的 關鍵字搜尋 你們的行業 或是你們的服務 透過這關鍵字搜尋 哪些關鍵字 是可以被找得到的 然後你把它寫下來 看不到 知道這個網站嗎 不知道等一下 丟到臉書給你們 如果說你不知道 就打Google 可以抄一下 Google T-R-E-N-D 這樣知道嗎 Google Chat T-R-E-N-D 然後點進來 第一個就知道 所以你們 等一下 你們每個人 就找看看 你們自己的服務 或是你們自己的產品 或是你們之後 你們想要做的一個 產品的服務 的關鍵字 然後你去寫下來 五個字十個 這樣好不好 OK 給你們 在前面這些 有廣告這個叫做 Google 關鍵字廣告 這是算點擊率的 我們先不看 我們先看以下 這條線以下 它一頁有十個 能夠排在前上面的 前第一頁的 你有在畢業的 可以排得上的 叫做SEO 叫做搜尋引擎優化 這只是 網站優化其中 有部分叫SEO 並不代表網站優化 那懂我意思嗎 網站優化的其中 一部分叫做SEO 它有包括SEM SEM是說 你的 除了你的網站在這裡 在第一頁以外 其他的 像說 有可能是皮克幫 皮克幫 或是YouTube 也就是說 你佔了版面的多寡 這叫SEM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很多公司會跟你講說 我們有在做網站優化 那其實它 只是講到說 它可能是幫你做排名這樣而已 所以你看一下 以咖啡來講的話 第一個你要 那你要搜尋得到 第一個就是 你的抬頭裡面 你的抬頭 我們講的抬頭就是 你點進來 這皮克幫的 我們先不看 你也是 部落格的 先看你沒有網站的 先看這個 第一個 你的抬頭裡面 有沒有叫做 咖啡的 有沒有 有 不是LOGO 也就是說 抬頭就是所謂的H1 你可以打開 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檢查 像它的H1來講 這個網站可能做得 找不到H1 他可能把這個看起來做 第一個 我們先講好了 之後我會時以後再講 第一個你要看到說 它的抬頭 這個叫做抬頭 不是LOGO 你不要以為LOGO就是抬頭 不是 比如說以為在這邊做個咖啡農場 就是抬頭 不是 你的標題 你的網站的是 一定要有個標題叫做咖啡農場 不是 你的關鍵詞在裡面 第二個 你的產品裡面 像這個應該是廣告做出來 排在最前面 因為它連圖片底下 把文字放在圖片裡面 根本就不用找出關鍵字 這樣了解為什麼 那我是跟講說 第一個 你的牌頭 要有關鍵字 第二個 你的內容裡面 也要有關鍵字 這樣等我意思 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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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英文版 你可能要去看說 你英文版的關鍵字是什麼 比如說它是COBIS 那就是 你的關鍵字詞就是要 對那個詞 那不是 可能是COF 可能找不到你 那我用我朋友的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看 比如說點最新消息 這邊還是什麼 抬頭 點 裝品專區 這邊還是什麼 這個就是不正確的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說 我可能點到商品專區 那裡面的部分 也有帶到咖啡啊 可是它完全都不讓我點 它是一張圖片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是一張圖片 點點 不合理啊 可是進來還是圖片啊 對啊 這就是可能 這個網站 我不曉得它用什麼方式 拍在前面 可能是做廣告 也有可能 但是我進來可能 我就不會想罵 那你可以看一下其他的 好你看 第一個是不是要抬頭 咖啡 那裡面內容有沒有抬頭 有沒有咖啡 有 那我們再看其他頁 比如說其他頁 餐廳介紹 有沒有咖啡 有 所以是搜尋咖啡 它的 咖啡人進度 就比較快能跑出來 但是 做網站來講的話 你要讓人家搜尋在前面 關鍵字是其中一個部分而已 你要讓人家找得到 還要牽證到你的網站的結構 什麼叫做網站結構 也就是說 你的網站是不是有符合 上次跟你們講的 RWD就是響音室網站 那你的網站裡面不能有任何Flash的動畫 因為Google他們不看Flash的動畫 那你看這個網站有沒有符合響音室 有沒有 有啊這叫響音室啊 這樣了解嗎 這叫響音室 這樣知道嗎 響音室就是 它可以符合任何一個裝置 叫做響音室網站 對 手機平板 認等水準都可以 這叫響音室網站 所以它也沒有所謂 重複性網頁的問題 好 所以你們用GinWeber來做的話 不是說不好 GinWeber它可以 就是說你會寫的話 你會寫程式的話 它開發能力是很強 但是如果說你不會寫程式 你們會用得很痛苦 因為你們要改的程序太多了 包括重複性網站 手機網站 和一些相關式的 開發的系統和語言 你都考慮到進去 所以你真的很會寫程式 你再去用GinWeber 不是說GinWeber不好 因為我不會寫程式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樣你們大概知道 關鍵詞的運用嗎 所以咖啡來講的話 你打咖啡 有可能是關鍵詞 那你打咖啡機的話 那你的咖啡 是不是裡面有咖啡 那裡面是不是有咖啡機 那你看一下這裡面是不是有咖啡機 我們要切去 好像這個這裡面有咖啡機 這種關鍵詞在裡面 好 所以 你在找關鍵詞的部分呢 第一個是要先看一下你的關鍵詞有沒有人做有沒有人收續 那你的網站裡面就是要放上你的關鍵詞 好 不要說你網站連抬頭標題內容都沒有放 你叫那你就收訊得到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這樣了解有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欸 Google如果說是個真人的話 真人的話 他會怎麼樣 好 來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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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old. 警告 警告 那你 你後面太多了是 因份 我更喜歡 名字 名名名名 名名名 名名名 女皇家 女皇家 女皇 vomit 真的? PatrickCastles PatCas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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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ny Bitcoin MarketValue We out EagleNYC PatrickCastles FunnyWriter What is I Meridian? Headsho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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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erall Mextos Adderall Mextos Adderall Mextos 165 Adderall Overdust Science Download Firefly Everbrae Chrome? Titanic Drive Titanic Movie Drive Titanic Movie Drive Titanic Movie Drive Scene Kate Winslet Tits Kate Winslet Round 2 Pacebook.com By Grand Sunday No Fearance Titanic Movie Drive Titanic Movie Drive Unbibey Locker Heal HeadshotQ 就是他每天有這麼多異筆的資料在搜尋 那你怎麼讓人家搜尋不到 就是說你的網站最好是能夠讓Google 能夠清楚的辨識到說你的網站是大家想搜尋的網站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說你的網站不是大家想搜尋的網站 它根本就不會出現在前幾天 知道吧 所以你的網站結構跟你網站的關鍵是 跟你的社群訊號 也就是說你關鍵字做上去之後 和你的網站做好之後 也不會找到你們 懂我意思嗎 你還有需要你的社群訊訊號就是你的流量的問題 你才能有辦法找得到你們 就是可能找得到你們這樣子 不然的話你只做個網站做個關鍵字 做個內容在裡面那個是不太可能找得到的 那這個是警氣一個查詢的訊號系 你們可以看一下 目前來講的話他的訊息是可能從 讓藍燈往上跑 現在要往下跑 表示說他可能 目前在於穩定 那如果說再繼續往下的話 可能就低迷 那就不表示說 市場的 走向已經在變動了 你們可以 很多市場調查的一些工具 你們可以都從這裡去做 來了解 同時指標等等 但是這些只是一個數據 你們要知道說你們 會怎麼去解讀 所以資料的收集就是很重要 資料收集就是很重要 可以跟你們講這個部分 那另外這是社群口碑的資料庫 也是說呢 現在社群口碑呢 也是一向重點部分 那你怎麼運用在你的產業上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網站 那你可以看一下分析報告 比如說2016網友在熱搜的文章 從11月7號到11月20日 搜尋排行碼是哪些 比如說像政治 想要 從國產民選政筒 或是像這個 像剛才有位同學 是在做中醫的 那這個 你是不是可以寫在你的網站裡面 那人家搜尋是不是會 直接找到 找到你 那關鍵字你是不是可以下這個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那 剛才不是有做手機的 那這個 你是不是可以寫在你的網站裡面 那你的關鍵詞 是不是可以下這個 那是不是可以找到你 那我意思吧 好 或者像BTT的 像美國總統啊 或是 iPhone7加iOS 使證書活動 那你可不可以模仿 iPhone7加 什麼活動 等等 或是說 你把這些 把這些內容 呢 參考這些內容 轉換成你們自己的內容 那關鍵字這些 這些都有 然後像聲量的排行板 比較多人看的 Mobile01的聲量排行板 好 像這些 可以看一下 Facebook粉絲頁的 也有 像這個 像這個你們也可以放在你們 你們的網站 或是你們的FB 下面 那這邊也有2016年的熱門品牌 這些你們都可以去參考說 你們看怎麼去規劃說 你們的網站的關鍵字要怎麼放 這些都是可以你們參考的一些 寫部落格啊 或是寫網站啊 的一些指標 像我們後面 我們會 講到部落格 那你們就是 可以參考這個 寫一篇文章出來 要懂嗎 就是寫有關關鍵字 關鍵性的 而不是 你自己去亂寫 這樣 懂我意思吧 以前我也是這樣 隨便亂寫啊 可是寫的事情 又怎樣 會沒人搜尋 可是你就是必須去參考這些 人家會寫的議題 會想關注的議題 你把 寫在你的 文章裡面 比如說 巨砍七天假行動 那你就可以 你可不可以 針對 巨砍七天假行動 來寫一點 你自己的發表文 你自己的 發表建文 可不可以 那人家在搜尋 巨砍七天假行動 這次就可能會找得到你的網站 你連這個 都找不到你 你就根本就不想 不用做 做那個 行銷這部分 這幾個網站 等一下都會給你們 那 Google的趨勢 剛才跟你們講 好 接下來就講 Google的快訊 什麼叫做 Google快訊 這個也是 蒐集關鍵字的一種 什麼意思呢 好了 你只要在網站這邊打上 Google這邊打上 Google 快訊 第一個進來 好 比如說 剛才 我在翻證好了 比如說 健身 健身好了 就打健身 那這邊呢 就是有關 有關 健身的一些 相關字文章 懂嗎 那你可以去看 參考一下 不一定你要每一天都照他們寫 可是你去參考他們怎麼寫 比如說 他的標題是 都要帶到健身 內腦有沒有帶到健身 有沒有 有 好 那這個你可不可以寫 可以 那你這邊只要輸入你的email 他就會把健身相關的資訊 傳到你的email 你每天就可以看說 欸 我可以寫哪些文章 我可以透過哪些文章 來幫我的部落格找得到人心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比如說你可以找 中醫 這裡是不是很多 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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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所以剛才那位同學 這是不是你的問題 那你就會不會搜尋這些問題 也有可能會 所以是不是可以找到你 你的文章是不是裡面有這些話題 可以讓人家找得到 所以這個就是 你可以利用這些 關鍵詞和文章的搭配 讓人家找得到你 而不是只是做一個網站 放在那裡 那不會有人看 那懂我意思嗎 那一樣 這邊可以輸入你的email 那顯示這裡是什麼 你可以選擇頻率 頻率是什麼 就是你每天都會收得到 或是你想要每週收到也是 那來源就選擇自動 語言呢 你就選擇中文 地區就不限時間 數量 你就選擇 最佳搜尋結果 email key上去之後 這些文章就會 在每一週 就寄給你 那你就可以每週看說 我想要打哪些文章 有哪些議題 我可以打 那這些議題 都是有人在看的 有人在看的議題 那你可以 裡面去參考 看人家怎麼寫 轉換成你自己的文章 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 會整 會整 就是他會把 這一週 所有的有關新聞 會整到 一封email裡面 那你就不用到處去看 什麼論壇啊 新聞啊 或是哪些網站 你只要搜尋你的關鍵字 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意思吧 好 好 那我先把畫面還給你們 然後你們 玩玩看這幾個網站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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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